红衣服的男子就是坐在护栏上不肯下来 也不准任何人靠近现场情况一度紧张 警方不敢大意不断安护对方情绪 抱全则在下方驱递民众就是担心有个万一 真的男子分身时警方缓慢靠近从后方抱住一把将人拉了下来 虽然人已经从护栏上下来了仍然大喊不要抓他情绪非常激动 上个月发生在忠孝新生节日站内已经半夜12点多了 男子因为情伤就坐在护栏上不愿离开 只是仔细一看护栏高度距离月台有5公尺高 而且旁边就是铁轨就在人来人往的月台上实在相当危险 当下该男子的情绪十分的激动 那他表示说跟女朋友分手他也不想活了 那当人当远景在将他拉下来的过程中 他一直叫远景不要拉他不要拉他 无法接受分手的事实差一点无法回头 索性警方第一时间到场救人解除一场虚拟 记者黄天要玩